可爱的君子兰花两盆君子兰随笔纹 留永望淡然的君子兰上午天 阴细雨 闲来无事 随便转到城南一路边 见有一塑料花棚 进去看看 但见大棚里边春意盎然 各种绿植新鲜娇嫩 生机勃勃 吊蓝 多肉 纹竹等小巧玲珑 五彩斑斓 走进花丛深处 有两盆君子兰放在一木制台架上 一盆儿稍大 用紫砂方形花盆儿 造型典雅别致 其中的君子兰花已经开放 肥瘦的叶片分开两面 展翅烧锤 如舞偏仙 中间花梗之上 有一簇六七朵橘黄色蝴蝶般的花儿开得正欢 花儿的那种从容与淡然 令本来有点焦躁的心 不由的为之微微一颤 另一盆儿较小 用一白色圆形小刺盆儿 尚未开花 只有那油绿的宽宽的叶子闪闪发亮 虽无特殊造型 却也令人心生爱恋 两盆君子兰花 一盆花儿已经盛开 一盆儿叶肥率正浓 那位中年花工 极力向我推荐那盆儿已盛开的君子兰 并且说君子兰不是很容易能养好的 已经开过花儿的以后 会年年都在开 还没有开过花儿的 要养着慢慢的 像这一盆儿小的也许得等上一两年 未开花的君子兰已经开花儿的 眼前就是风景 立马即可赏心月幕 未开花儿的 眼前只是叶片的葱绿 要想成为风景 需要付出时间 我出乎意料地对花工说 给我拿那盆儿没有开花儿的吧 她憨厚地笑笑 说价格差不多的 那盆儿有花儿的多好看呀 我回之轻轻一笑 有一句话虽未出口 却如同山间一股丛丛的溪水 从心里流淌出来 既然养花 享受的就是一个 施肥浇水陪涂 简直是弄花儿的过程 幸福的就是坐在一个矮矮的小竹凳上 手捧一侧薄书 阴晕着茶香 在阳光下静等花开啊 赏新月幕可爱的君子兰花作者简介刘勇望南 长元市蒲熙街道米滕村人 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长元市校园文联副主席 长元市政协文史研究会会员 钟情于文字和生活 喜欢骑行和户外活动 著有散文集借宿的日子 中周古籍出版社 中周古籍出版社